春節檢疫措施指揮中心公佈 新增加了第三方案 只要入境時完成兩劑疫苗接種 而且滿十四天 就可以選七加七加七 就是前幾天自費駐集中檢疫所 或防疫旅館 後七天反加加強版檢疫 再執行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也從十一月十一號起 重新開放引進移工 並且採兩階段專案引進 移工登機前要一人一室隔離 並且採積分順位入境 第一階段十一月十一號 到明年的二月十四號 移工入境全部都要到集中檢疫所 但是十二月十五號起 將因春節專案暫緩引進 國內本土新冠疫情再加零 確診個案中也沒有新增死亡 不過新增九例境外移入確定病例 分別自菲律賓 比利時波蘭 美國新加坡 巴基斯坦蒙古 六人是突破性感染 其中案一六五七二 接種兩劑高端人確診 CT值三十五是國內首例高端突破性感染 N抗體是陰性 S抗體是陽性 那S抗體就是打疫苗產生的抗體 這個並不意外 是N抗體陰性 那加上這個CT值比較比較高 所以目前應該是在即興期的感染 的一個階段 就是最近才剛感染 所以目前當然是研判為新加坡的境外移入 為了因應春節返國民眾大增 指揮中心也宣布 春節返臺檢疫措施採三案並行 除了原有十四加七 以及十加四加七外 入境時完成兩劑疫苗 接種前滿十四天可選第三方案 七加七加七 也就是前七天自廢住集中檢疫所 或防疫旅館 後七天返加加強版檢疫 再執行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而且這二十一天內要篩檢四次 另外在近期疫情趨緩下 指揮中心自即日起 重新開放引進移工 並採兩階段專案引進 在境外防疫部分 要求來源國政府應落實 審認國外仲介公司防疫計畫 檢驗機構名單不超過五十家 一共登基前要一人一室隔離等 移工入境也採積分順位 入境 十一月十一日起到明年二月十四日 全部集中檢疫 但十二月十五號起 將因春節專案暫緩引進 從十一月十六號到二十九號全國仍維持二級警戒 記者為陳新隆推報道